你好 朋友们 是不是这边有点太吵了 那我大声地说话 这是我的小儿子 他叫 今天呢 在哥鲁吉亚是国庆节 我们哥鲁吉亚国庆节 就是相当于独立节日 所以今天呢 好多好多人都到了自由广场 地比利斯的主要大街 就是主要广场 所以今天就准备过一下 简单的过一下我们的独立节 给你们看一下都会有什么样的活动 那等我们吧 笑一下 这些人都带着哥鲁吉亚的国庆 我们还没有买 来一下 来吧 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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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不过了 这些小朋友 带着喇叭走 好 这里都警察特别多 给你们看一下 这看不到 在这里 好多 这边有好多好多警察 有好多好多警察 我们哥鲁吉亚警察还是挺友好的 但是一定要戴口罩 在前面是我看到有舞台 不知道这个活动结束了 还是 是不是还没有开始 我再去打听一下 我再去打听一下 等会儿吃完钱了 太吵了 太吵了 朋友们这就是哥鲁吉亚代表性的雕像 圣桥之奇马 圣桥就是我们信仰当中的一个圣人 好像是用都经做的 整个是用都经做的 你们看看 这个是圣桥之东正教当中的一个非常出名的圣人 后来是它是骑马的 而且是沙龙 你们应该能看到 是沙龙的 朋友们 现在是关于这个雕像 想给你们讲一下 在东国的生活故事当中 整个是在你们的知学 或者是我们整个的生活当中 龙有好的概念 它是一个好的动物 就是真能量的动物 那么在我们的信仰当中 还有我们的生活故事当中 龙是一个坏的动物 所以生桥子它是沙龙的 所以像是它是沙地人 好的好的 别别吹了 别吹了 所以我们就是没办法控制它 不应该给它买这个锤子 吹还是蜡烛 什么蜡烛 就是叫什么 喇叭喇叭 不应该给它买喇叭 不应该给它买喇叭 我们的政府都有这个黑的车 而且里面都看不到 说的谁来 谁坐的里面 你看说 这边是在点上花 看一下是怎么花的 因为始终和你前进 回忆陰前旅行 我愿意给这一句东西 它在脸上画的是个鲁街国旗 笑了谁让我感觉恢复的星星 那就靠你看看是不是要回应你 我不说了以后都无论对你相不客气 我就等着对你说一句关荧光灵 在无人的海洋上也没着风景 想要有梦里的烛情你带我去远行 去到你心里的那个神秘的巴黎 再想和你生一群 baby我开始美丽的际遇 你来自动或许都没有太大的关系 都听你 好 好